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韩通网校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韩语卫课堂 我是嘉一老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个单词 Nugu表示谁 它的用法呢,主要分为三种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它的第一个用法是和我们学过的表示是什么什么吗 这样的一个疑问终结词语 in ni ga连用 那么翻译过来呢,就是是谁呀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Nugu in ni ga Nugu in ni ga 是谁呀 这是它的第一个用法 那么它的第二个用法呢,还可以表示谁的什么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在Nugu后面加一个A 然后在后面再加一个名词 就表示谁的某某某某样东西 比如我们可以说谁的书包呀 谁的书包就是Nugu加上A 然后再加上Kabang表示书包的这个单词 那么当它要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在名词后面加上in ni ga 连在一起就是Nugu a Kabang in ni ga 是谁的书包呀 掌握了前面两种用法以后 我们就学会了是谁是谁呀 还是是谁的什么什么东西呀 这两种句型 那么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呢,经常还会说到 谁在看电视呢 这一类的用法,对不对 这个时候谁就表示的是一个主语 因此我们也要把韩语中的Nugu变成主语 这也就是它的第三种用法 Nugu可以与主格助词Ga连用做主语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 Nugu做主语与Ga联合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缩写 要写作Nuga Nuga 谁在看呀 Boda看 后面加上表示疑问的终结词尾 就形成了Pom ni ga 谁在看呀 把主语加上去是 Nuga Pom ni ga Nuga Pom ni ga OK,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刚才的三种用法 第一个是和in ni ga连用表示 是谁呀 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 只要记住 Nugu im ni ga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第二种用法呢 表示所属格 谁的 什么什么 Nuga Pom ni ga 谁的书包啊 这个句型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名词代替掉 Kabom 谁的桌子呀 谁的铅笔呀 Nuga Pom ni ga 它的第三种用法呢 是作为句子的主语 表示谁在做什么呀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出现了一个缩写 要写作Nuga Nuga Pom ni ga 谁在看呀 我们可以把后面的动词换掉 变成谁在听呀 谁在说话呀 都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谁都是Nuga 大家只要记得这三种用法 也就是这三个例句 关于Nuga的知识就可以说完全掌握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了 여러분 수고하셨습니다 우리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